总统府和国民党昨天是同步宣布了 发言文宣系统的人事异动 所以接下来呢 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英伟 他将接任总统府秘书兼发言人 而原本的总统府发言人李嘉飞 他则会调任文传会副主委兼文宣部主任 负责七合一选战的造势以及文宣 而总统府发言人则由现任副发言人马伟国升任 而根据了解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他上个月15号就宣布 国民党要进行党改之后呢 党务高层便开始思考世代交替 强化文宣作为以及因应年底的七合一选举